一百年前的他手写的英文信字迹竟然比英国人还地道 大家好我是志心 今天呢是在严富汉莫馆 给大家聊一聊你不知道的严富的故事 我手里这一封呢是1916年严富写给侄子严伯军的家书 在这封信里啊他聊了自己的现状 聊了对儿子的规划 当然也谈了一些家族里的琐事 字里行间呢就是两个字关心 当然了除了英文信严富还写了大量的家书 在家书当中啊提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健康 这跟多喝热水的客套话呀可完全不一样 而是跟严富的个人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当年严富呢是在英国留学 有一堂课呀叫做野战助成课 教官要求呢每个学生给自己挖一个掩体 结果发现西洋学生都挖好了 但是中国学生啊才挖了不到一半 就累得直喘气 严富认为中国学生从小缺乏锻炼 身体素质啊太差了 这是中西方教育的一大差距 之后呢严富回国就在北洋水师学堂 开设了第一堂的体育课 再加上自己呢中年以后也被病症困扰 回归家庭之后他就更加关心家人的身体健康 在跟外甥女何任兰的信当中啊 严富非常亲切的询问说 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肝疯胃痛有没有发作呀 执念执念 女儿言须用功太过伤了身体 严富啊特别特别心疼 告诉女儿说年少用功是好事 但如果因此伤了身体啊 就太不知道了 甚至在留给子孙的疑讯当中 严富就强调 须知人要乐生 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严富学冠中西 翻译了天眼论啊 严富啊等等著作 在对子女的教育规划上面呢 严富也结合自己的一些求学的经验 倡导中西荣慧 他在写给熊春儒的信当中啊 就说要在家属呢 先打好传统中国教育的基础 到了十四五岁之后啊 再放手让他们研究西学 那之后到底留不留学呢 就看情况而定 在给外甥女何任兰的 另外一封信当中啊 严富还提到了女学 甚至还列了好几条的开校宗旨 要不怎么说 人严富是当过北大校长的人啊 这眼界呢就是不一样 那么这个女学到底是开了还是没开 咱们现在啊不知道 但是这个理念呢 已经是非常非常先进了 家世国世天下世 世事竟然在心头 回头咱们再看看手上这封英文信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品读品读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